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 华人受惠的农历七月 俗称鬼门开的日子 也因此衍生许多的禁忌 但在佛教的观念 七月是吉祥月 也是佛的欢喜月 更是众生的报恩月 佛陀时代有节下安居 从农历四月十五日开始 为期三个月的时间 让修行者专心文法 尽心修行 到七月十五日结束时 即是佛欢喜日 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佛教里来说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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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把心愛專心文法 進行修行 這個期間 修行者 他們有時間 好好地靜坐下來 大家會供養給修行人 安心修行 也是功德 這個期間 修行者 他們有時間 好好地靜坐下來 一直到七月十日 考驗了弟子的成就 佛心歡喜啦 佛陀一大事因緣來人間 是為了要指引著我們人人都有 以佛同等智慧 以佛同等的真如本心 正好 腦袋 今年疫火的时候 慈祭日 在这个时候 就是不只是人浩荡场的潮山 还有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 有啦 你看连牛 它就可以了 也是两只脚 跪下去 你说众生是不都是有 与佛同等 所以佛陀说 心佛众生 三五差倍 都是同样的一个佛性 人与人之间互相感恩 彼此尊重 我们还要爱 爱什么 尊重生命 爱 的确 我们要尊重生命 我们要花出爱心 因为 这一些动物 都是有生命 它 都是有灵性 它也会跟人一样 听懂人话 它也会受教 鸟类 也训练到 会说话 牛 可以训练到 可以 朝山 看 不管是 天上灰的 地上走的 哪怕 哪怕是舍 也可以听音乐 也会听音乐 扁扁起舞 这都是过行过累的 生命 它们都有灵性 现在气候变迁 也是很极端 灾难很容易 一阵雨 就会成灾难 灾难 水灾很严重 真是 现在的气候 很极端 我们人 无法胜天 可是有一个 能改变环境 让这样的大环境 空气 可以清新一点 让这样温度 不要再一次一次的提升 唯有就是生活 你不要再杀它 不要把它变成了一种 就是行业供应资源 活化胜 有摸动 天道 人道 地义道 还有出生道 还有恶鬼道 地义跟出生 我们可以看到 人间地义 是 是母亲的死 是母亲的死 母亲人救母 当时的母亲人 她是在那个顶中 她自己知道 她的老母是 在生的死 就是 失生 贪真七 非奉三宝 都失生 所以 六件人尊者 她很了解 老母 往生了好 一定 是堆落三宝 的恶寶 所以 在佛陀 结合安基 当时 她有一天 就想说 要知道老母 到底在哪里 在床中 这样 突然间看到 那个黄鬼道 老母 就是已经 跌倒那样大了 暗门 这样 小小的 脚手 穿着插 没有 看着实在是 很可怜 对啊 一时不忍心 她是有度 心痛第一的 帝族 所以 她就 劝劝 去 运用 她的心痛 供让老母 一半的白饭 老母看到一半的白饭 这么来的时候 开水 在要吃 那时候 整个灰出来 人家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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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她呢 没法度喝啊 没汤吃啊 所以呢 整个肚子 烧滚滚啊 嘴一开 像那个火焰 中口 透出来 同样 所以 整个饭 也是烧到 这样 真像 拖着 看着 不见人家 主持 看到这样的 情形 她自己感觉 我是心痛第一 我要让我的老母 一碗饭 就求不可敌了 要怎么办呢 所以就去求婚 我跟他说 拖着 你一个人的得性是不够 不是你的心痛有法好救你的老母 每一个人自己作的严 严严的去比较大的宿命山 這就是個人的福業 專門的營養 應該你就要重點 這麼多人的福業 來幫他祝福了 不見面了解 最大的福業 那就是受幸者的心情情 那些情情心會祝福 祝福說 雖然佛道受幸 定三五月結合安基 人人的心就是這麼這麼情情 這個福得了 所以不見面孫子 他就祝福了 說我願意為我的老父做福 用我最慶幸的心來共用 結合安基 心心情情 那些用心受幸 心情無流力 這得真寬 我的共用 希望大家為我的老父一心會祝福 不見面孫子 也是情團中的人人所尊重的 情團中也是最祝福 但是為了他的老父標示他的天性 所以他噴到那個噴水 這樣一一一一的加強勁 任何一個人洗洗手 用一個筋子刺刺的 他就現狀 我們現在應該就是要來放人人 換佛在你們家 你們的伯母就是最有使用的 你的表演 你應該要好親 我們也用這樣的精神來想 那麼人就要知道 我們應該怎麼去輔導 第一 要輔導說 你總要拜拜是不是來做生呢 為生啦 你總說 老父現在現在要在生 那麼這樣 應該就是現身一共用 其實我今天來這邊是要像上人 還有我的父母懺悔 過去我是一個非常不乖的孩子 然後還記得表姐曾經告訴 跟我說過 媽媽來生產我的時候 躺在生產台上面 躺了48個小時 光生我的時候會生了48個小時 那這種痛 是我一輩子永遠無法體會的 但是我也沒有因此而讓他們輕鬆 從幼稚園到專科 我覺得在學期間 我常常在學校 搞一個有的沒的事情 也讓他們一直跑 往學校跑 然後一直為我操反 為我擔心 擔憂 然後更在專科的時候 然後誤入歧途 加入綁派 然後記得每次要出門前 父母總是會提醒我 要早點回家 而我卻是在別人買早點的時間回家 回到家 總看到媽媽坐在客廳睡覺 其實我自己心裡知道 她是在等我回家 我也告訴她 你不要這樣子每天等我回家 你就當作沒這個兒子 媽媽還是沒有放棄我 每次當我晚回家 還是看到她默默坐在那邊等我 半夜餓了 我想要吃什麼東西 她還會餵我下面煮宵夜 我現在真的是很懊悔 我以前真的那麼不懂事 然後後來一直到 我結婚生小孩了 我才深深體會人家講的 養兒方知父母恩 因為我不想要在兒子面前 留下壞榜一樣的印象 所以我就開始改變我自己 然後開始改變我 去我的惡行 然後同時也開始 大姨媽媽的邀約 參加慈祭活動 開始慈祭的姻緣 最後我也期許我自己 在菩薩道上能夠 能夠精進付出 然後能夠為上人承擔重擔 然後感恩上人創造慈祭世界 因為有慈祭 讓我的人生不再黑白 我要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你們 在我人生低潮的時候 沒有放棄我 感恩 我的孩子曾經叛逆過 因為有她 我真的也真的像她剛剛講的 我生她48個小時 我每一天我為了她 我給我公公罵 我給我婆婆罵 你生什麼事 她說實在我那時候也是 都吞下去 那也沒關係 她甚至她去喝酒 她去騎摩托車 去撞到一部車 她回來我婆婆沒有罵她 她罵我 她說你生到那個小孩 你就是教育不好 你的小孩才會這樣 他沒有小孩 他也是我給小孩看 所以小孩會乖嗎 一定是不會乖 不過現在有主持人 我真的很感恩 他現在已經變慈程隊了 他也是要做 他又沒有一個母子給小孩看 所以他把酒派的習慣 都給他改掉 真的感恩 謝謝 剛剛 那孩子跟父母親坐在一起 生一個小孩很苦 如果四十八休息 回去要過四十八年 芬苗很難度過 那樣的痛 應該是吧 是真的是很痛 古代人說 小孩生會過 雞酒香 生不過 是對方 是用生命來幫你搏 父親母血 給我們的身體 養我 育我 我們都是父母的用心 那生 雖然四十八休息 驚已經生出來了 他很快就忘掉了 過去的四十八休息的苦 他很甘願 來養育孩子 慢慢的 碎碎的時 還要附在心肝頭 還跟媽媽很貼心 陌在心肝頭 那一直一直到 爬爬爬到爬爬 到爬爬爬 慢慢的 他就變離 而且 就是叛逆 這不是應該有的叛逆期 現在的人 理所當然 少年要有叛逆期 我們的時代 根本就不聽到說 有叛逆期 這個 北如天 不如地 所以 天下 吾不是父母 這都是 我們以前的人 那就是 孝道 當然 那個時候的父母 嚴父慈母 總而言之 我們要好好的把握 把握時間 行善 或者是 路 滑的軌道 都是 叫做 校飾 現在你們就要花心力願 去 作為 人間的貴人 這就是 報復母恩 因為 老婆生 你 你可以 去為人間做好 讓老婆 可以 跟 大家說 我們的兒子 是去哪裡做什麼事 人家會 回給他 一個讚嘆的聲音 你很好命 你們兒子怎麼這麼乖 為人間 做這些好事 這 是 父母 可以 常常 噹噹落 度 他 怕 說 總而言之 回報父母 總是 要用笑 而且 對自己 是 會命 造福人間 這是 年輕人要 把握 所以說來 父母 伸給我們的身體 也會有另一種 我也常常說 長短 由不得我自己 但是 姑娘要好好地保護她 這是 靜小道 但是 我們身體 可以 廣 跟身 我們要做一個 讓身體 為捧天之下 去奉獻 去付出 去行菩薩道 人人 本際有佛心 人人 就是花菩薩心 佛陀是教導我們 不是叫我們去做什麼 它是啟發 它是啟發 我們人人本際有的 愛心 讓我們 把這份愛心 啟發起來 自動自發 那種 付出的力量 就會滿大 總而言之 迷信 去除掉 我們投入人間 才是真正的普渡眾生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佛陀所說的真諦 那我們要如何拯救天下長生 就是如佛陀向目見人說的 不是你一個人 不是你一個人能做到 是要大眾的 愛的能量 付出 才能救 總是 我們事先都要常常有社區 或者是社會 我們常常去教育 常常去跟他們互動 啟發出愛心 人人有機會 點滴來付出造福 我們肝上的 就有了 整個都寄生了 對 肝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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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激基金會 從2003年開始 將法會形式 轉變為祈福會 在農曆七月 舉辦愛撒活動 期盼民眾 能破除鬼月的迷思 在宣導七月 元氏吉祥月的理念時 向眾人傳遞正性觀念 不要為了祭祀而殺生 鼓勵人人能夠齋戒如素 與眾生結善緣 同時進化身心 保護地球 感謝您的收看 正言上人那旅足跡 我們下周 同一時間再見